動感熱舞炒熱全場氣氛 這次迪斯克伸展台 將延伸到白皺之夜 7號晚間6點到8號凌晨6點 正式登場 地點涵蓋國父紀念館 市議會市政府 讓民眾嗨到一整夜不睡 用藍色燈館打中夢幻藝術空間 這一次松山文創園區 也來響應白皺之夜 不僅戶外和之菸工廠 是24小時開放 連部分展覽也是延長開放到晚上 松菸來參議咖 讓信義區搖身一遍 成為沒有牆壁的大型美術館 甚至還要來國外藝術家 和民眾一起製作小冰人 隨著時間融化 訴求環保議題 這連市議會也將化身 藝術劇場 貓進駐市長市 市府大廳成為Lifehouse 音樂脫口秀走到哪看到哪 搞不好晚上去體驗 有不同的感覺 好 我先放自己到2點 不過要注意交通管制措施 時間從7號中午12點到8號上午9點 包括市府路 新仁愛路 仁愛路四段快車道和北側慢車道 一仙路 一號道路 禁止車輛通行 而行經管制區的公車也受影響 包括國父紀念館 市政府 市議會 仁愛光復路口等等 在這期間取消停靠 就連部分U-bike也暫停服務 指定機車停車格更禁止停放 像是板南線 淡水信義線 在8號凌晨12點到凌晨3點 單向延長營運 行駛到北車 會是人潮機動調整班距 另外城的幹線 基隆路幹線 仁愛幹線 信義幹線 中哨幹線等 活動周圍的公車 也將會增加班次 畢竟回顧2022年白昼之夜 參觀人數超過46萬人次 就是期盼這次不會讓交通大打劫 造成亂象頻傳 TV的新聞 新聞想留一篇 台北送嗎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